另外一个新闻现场发生在广州 最近在广州攀虞 先后有四名女性夜间在银行自动贵源机存钱时 被人抢走了手上的现金 警方出动便衣警察 现场将嫌疑人抓获 监控画面显示 晚上八点多 有两名女子到银行自动贵源机存钱 这时一名男子走到了他们身后 先是左顾右盼 随后一把抢走了其中一名女子手上的现金 迅速逃离现场 两名女子立即追了出来 附近有多人也帮忙一起追 并在几百米外将抢前男子控制 据警方介绍 此前的两个星期内 攀虞区已发生过三起这类案件 一般十一年选择 街上人云比较稀少的时候 一般都是晚上八点到九点 那个时段 他会有些对一些有妇女 女性处护进去存款 他一般都会跟中共去 趁其不备把那个钱抢走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监控画面中 一起帮忙追贼的都是便衣警察 因为我们现在加强了那个社会面 那个巡逻反抗 就是我们那个路面警力也比较多 所以他那个师主 我们一听到那个师主喊叫 有人抢钱我们都 应该有 当时有十几名警察都出去了 当时就把他围捕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要让我先进一步审理中 然后一步审理中 请委员